讓大家說我這個經濟很好 我這個表現很好 633也不道歉 到現在大家沒感受 沒感受沒有關係 你說你沒有經驗 你說做不好 大家也不道歉 更重要 最近又拿出什麼 叫大財團出面 恐嚇 沒有馬英九沒當選 就沒有九二公司 兩岸的經貿 可是民間一看到 你現在這些財團都在中國 是有龐大的投資利益 它這個背後不只是馬英九而已 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三隻小豬 跟這個大財團的一個對抗 這個情形在發酵 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 我個人感覺到 統獨的問題已經不是重要的 重要在哪裡 人民的生活 就是到底你是要解決 大多數人民的生活 還是要屈從少數財團的利益 我覺得這個真是一出來 所以你看哪裡都可以出來 因為中張頭 民進黨有執政過 但是民進黨的縣長在中張頭 沒有連任成功過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所以這個指標我覺得是 不是民進黨突然在那邊 有什麼樣的發展 而是人民真的很厭倦那一種 馬英九的親中 馬英九的跟大財團 我覺得這個三隻小豬 我是認為三隻小豬的 整個氣勢起來 你到處哪裡都會有 但是更重要是要讓這個票能夠抖出來 這個氛圍之下 我們來看幾個外媒 我們看下面這則報導 來看外媒他們怎麼去看待 這是來自於日本的NHK 台灣的總統大選各地動員 包括時代雜誌 美國維持中立 密切關注台灣的大選 蔡英文若得勝 中國恐怕會不安 以及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 台灣大選中的一些大陸因素 包括因為馬直政之下 造成的貧富差距當中 他認為因為對中的一個經濟策略 華爾街日報認為 可能會讓馬總統因此輸掉了這次總統大選 我們看國際媒體如何高度關注這次台灣大選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截至目前為止 因為總共有100多家的媒體 包括了有華盛頓郵報 時代雜誌的美聯社 我們看看這個畫面 那麼總共有500位的記者 學者報名來觀賞 那麼這次關注的結果 日本NHK更是大陣仗派出特派記者到台灣採訪 那麼觀察到台灣的總統大選 各地總動員選情十分的熱絡 日本的產經新聞也持續關注台灣的選舉情勢 他們特別點出國民黨打出中國牌 民進黨則以貧富差距的民生角度切入 美國華爾街日報專門指稱的是中國 是這次台灣選舉的重要影響因素 文中也說了競選連任的馬英九總統主打對中國 開放的經濟政策 嚴重打擊到台灣生活困苦的中低收入戶勞工 民眾醞釀的不滿情緒 對這次總統大選可能會有所衝擊 那麼時代雜誌也密切關注台灣的大選 指稱蔡英文如果得勝中國大陸 可能會非常非常緊張 來 定宇 來 定宇怎麼樣看 為什麼會呈現這樣一個狀況 華爾街日報寫的東西 剛好南投可以做見證 在那個美麗的水山連公路兵 我也是去那邊住選 就看到我們鄭盛雄好像是在選縣長 一個人對抗抗抗和管長不容易 他一個人就在白色車這邊喊來喊去 南投最近有兩次的選舉 剛好可以有一個結論 出了一個問題的南投票絕對不錯 第一個 草屯是李朝青跟吳敦義一個縣長 一個副總統候選人他們的故鄉 草屯補選的時候是為什麼要補選呢 因為國民黨原來的鄉長 就匯選啊 無效 撩下來 然後提名一個監禁賢出來參選 民進黨徵召了洪國號出來參選 那個時候小英是清真 然後呢 顧鄉的李朝青 縣長 顧鄉的行政院長吳敦義 一直等一等,到avorendo的報告 開票一天 錢九賢代表國民黨出來承認失敗 輸了19票 在民進黨從來沒有贏過的地方 第一次拿下鄉政市長 另外有一個 到你來說 馬英叫中國政策觀光客 得利最多的就是日月潭 日月潭那個地方叫做魚池鄉 也就是水沙林公路很懸崩 Africans 魚池鄉 在改選鄉長的時候 有一個大家完全都不認識 就民眾拿名一個陳景倫在那裡當選鄉長 照理來說 如果年過中國 金錢很好 日立鄉的日月潭 九十文化春 茶葉蛋紅茶 照理就是馬英九跟吳敦義吹嘘說好 中國來改給我們 折利最多 而那個時候改選的時候 確實一團一團的人放到魚池鄉去 結果魚池鄉的鄉民 為什麼用選票選了一個大家覺得 民眾比較有顆粘的贏 結果民進黨贏了魚池鄉的鄉長 民進黨贏了草屯的政黨的補選 這兩戰我們看到什麼東西 執政成績不好 不管你高雄在那裡 你這次城市十壞 遊家戲劇 娜叔戲劇 就是大擔責的和人價格比較少 執政不好大家都感受得到 第二個 狼狼的問題 吳敦義在地方上人員到底好不好 連故鄉都輸掉 我覺得馬英九回到問問他 最後一個 在南投還有一個省政府效應在那邊 所以宋楚瑜是前省長 在这边这一次参选总统 而再加上之前的林阳港参选总统 马英雄政府允许他说 我们南投会不会死上出了 第一个副总统候选人 拜托 人家早就出个总统好算 你怎么做没完呢 所以这种种因素在张帝的情节下 还有一个三地乡叫姓义乡 姓义乡从来就是国民党南中物 结果这一次一个无党籍的 打败了国民党提名的乡长候选人 这三个点 从渔池 草屯 到姓义 你就可以看到南投这三年半 天爱民族已经发出一个很明确的讯号 就是做不好的人选票就缩水就下台吧 我们稍后就来分析美国华尔街日报 这个相对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报纸 但是他的分析里头说 因为民众的愤怒 因为这些所谓中低收入户劳工 对马总统三四年执政的不满 因此可能会冲击到马的政治的连任之路 换句话说 华尔街日报他的预告是 马总统会输掉这次总统大选 蔡英文会拿下政权 我们看他这个分析背后应该怎么看 除了这样子一个分析之后呢 今天在各大报纸当中 你也看到了 这是科学家的良知 各大报整版的蔡英文的承担 这是第一位所挂名的是李远哲 李远哲 让我们共同为台湾努力 这样的一个整版 一百位的科学家选择力挺蔡英文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看 是不是宇昌案还给了蔡英文一个公道呢 是代表国民党抹黑 就此事实上应该要落幕呢 我们休息片刻 开放口也马上回来